网红凤梨吴宏毅被网友指控和一位四宝妈有不伦关系 网络上还流出疑似她跟女方相处时留下的床照引发议论 她20日晚间开直播澄清 不断大声说自己被抹黑 我怎么可能偷吃四宝妈 每次都要这样搞得血流成何才会高兴 否认偷吃一说 但坦然承认前年曾跟某些女性发生关系 凤梨自认不是网红 明星就只是个生意人 到底有哪里危害社会 她表示自己从昨天晚上就一直被骂 助理也是从一大早就开始接电话 被疯狂地打扰 凤梨解释 每个人都会有生理上的需求 她前年单身了很长的时间 有时候也会有需要 而且服务了很多人 她直接呛爆料者 这样你满意了吗 你要我承认 我承认了吗 至于被爆料者说有露珠 她也坦言不讳 我不只有露 还很多颗 至于爆料文是怎么一回事 凤梨透露 女方的说法是被前夫到账号 疑似是因为夫妻间发生纠纷 前夫才愤而到账号爆料 女方还特地来向凤梨道歉 凤梨强调 确实是有发生性行为 但没介入别人婚姻 如果真的因为有性行为 就造成社会负面影响 那她道歉 凤梨直言 我从来没有装清高 鼠鼠就是这样肮脏 龌龊 下游 但是帅 她强调 自己从以前到现在都不曾戴上面具 没有什么人设 也毫无逃避的意思 抱歉 因为这些男官女爱的事 好用社会资源